今天准备继续出发 去布哈拉 沙发主出去工作了 然后他的妈妈给我做了早餐 他们这边的早餐会喝这种茶 然后吃这种面包 大块大块的面包 然后糖果 和这个 这是他们这边的早餐 Thank you 在国外这边他们的这种厨房都非常简单 基本上都是就这样简单的两个炉子 然后用的是天然气 他们不做油烟大的东西 所以也不需要装油烟机 基本上做的饭都是不带任何油烟的 然后家里边都会铺上这种地毯 进屋的话都是不穿鞋子的 就这么踩着也还好 然后他们的餐具都是摆在柜子里面的 看餐具摆在柜子里边 就特别好看 再带你们看一下 国外这边的卫生间 卫生间基本上都是这种 要不然就是浴缸 要不然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这边用手指用的还是这种 就是比较粗的这种这种纸巾 拿一点小礼物送给她妈妈 这是一个儿童牙刷 送给你们家的小孩 谢谢 谢谢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国宝熊猫 这就是我们国宝熊猫 对 钥匙扣 对 对 我准备继续出发了 帮我谢谢你的儿子 帮 congest了 帮你 这会儿要先去把油加满 在这边天天连得五颜似的 我觉得我这可能是晒的 但是我每天 其实我都带着面筋的 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晒成这个样子 这边车基本上都是加气的车 在他们那个下面 可以看到那个天然气的气罐 然后我看路过很多加油站 就看起来好像都是天然气的 刚刚到这里问了 这里是加天然气的 我的天哪 那我在这边可以加到汽油吗 你看他们大街上跑的这种车 全部都是加气的车 在他们那个下面 你看左边的车看得到吗 它下边是背的有气罐的 我刚刚在那里掉头 过来加油 这个车子开太快了 它那个保险杠 刺到我车了 给我吓一跳 给你们看一看我的车子 刚刚跟那个车子撞的 刚刚在那个地方掉头的时候 有两个车都停住了 让我掉头 然后它后边有个车突然超出来 然后撞到了这里 幸亏没啥大事 这边汽油是92的和80的 92是8000苏母 我的脸这会儿越来越红了 这边白天还是挺热的 油箱加满了 总共加了30万苏母 折合人民币 180块 然后它这边的油价 92的是 4块8 4块8一升 比哈萨克斯坦 确实是贵了两倍 继续出发 刚刚那会儿就是这样一个掉头 然后这边两个车子停住了 让我走 然后它后面的车子 突然一下速度特别快 超过来 估计是没有看到我的车 然后车就擦上了 幸亏没事 从萨马尔汗 往布哈拉走的路上 路况也不太好 虽然看起来比较直 比较平 但实际上有点坑坑洼洼的 然后路边上的话 有很多空地 应该都是种的小麦 然后还有很多城镇 这边这两天特别热 车里边虽然开着空调 但是太阳晒着 还是有些受不了 开了200公里 开了5个小时 这边路不是很好 煮个面吃 下面用的是电 直接就这个样子 把电接出来就可以用 给你们看看这里的风景 脸好红啊 这边白天太阳一晒 特别热 白水煮挂面 配上一点老干妈 绝了 这就是真实的旅行生活 哪怕是出国旅行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美好 出国你可能 要面对的是水土不服 语言不通 然后人生地不熟 其实也就是换个地方 吃饭睡觉 然后看不通的房子 看不通的风景 但是对我而言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体验吧 到什么地方 哪怕这个地方 风景再不好 环境再恶劣 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挂面是在中国超市里面买的 是咱们中国人到这边 来做的 然后这个面不是很贵 但是味道的话 跟咱们国内的面比起来的话 口感上边要差一些 就是它这个面 没有多少面香味 饱腹吧 到布哈拉了 布哈拉是一座 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 这个古城是以前的丝绸之路 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陈吉思汗以前统治国这里 我现在是来到了布哈拉 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吧 叫四塔清真寺 带你们看一下 四塔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是中亚这边用来 作为孤独星球的那个封面 也是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建筑 到乌兹别克斯坦这边 主要就是这些建筑 而布哈拉古城拥有上千座 这种伊斯兰风格的建筑 走到它的侧面来看一看 现在应该是国内的时间 9点钟了 这边的话现在是6点 天还没有黑 如果有喜欢历史的 喜欢拍照的来到这里 还是非常棒的 这座四塔清真寺是可以上到这个里面的 进去的话是5000苏母 相当于人民币3块钱 我这几天进的景点太多了 我已经不想进去了 进去了 其实没有太大的收获 里边都是一些卖商品的 就是过来看个样子吧 看看这里的建筑 好了 今日份的到此一游 就此结束 找了一家宾馆休息 然后呢 把衣服洗掉 我发现在网上看的这个宾馆的价格 和实际上 你过去订直接付钱的价格差了很多 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这个房间 我在网上看的话差不多得小两百 然后我到店 老板要一百八 我直接给他砍价砍到一百块 然后就住了 就这么一个标间 然后呢 有卫生间 有冰箱 之前在奇姆肯特 住亲旅的时候也是 我在网上看的价格九十多 然后我没有在网上订 我直接到店里边 结果才四十多块 就住价了 所以说你们如果出国旅行 不是特别担心房源的话 可以到什么地方了之后 再搜当地的宾馆 然后看中了之后 直接去店里边问价格 还可以进行砍价 网上订的话 价格比到店感觉贵出一倍这个样子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乌兹别克斯坦 萨马尔汗 今天准备继续打卡萨马尔汗的景点 哎呦我的天呐 毒死了 你看他们这边也用的是这种电车 哇真的是毒的不行了 这个就是中亚版的张横 一个天文学家 上去看一看 他这个建筑 进到里面来了 这个天文台的门子叫 天文台 这个里面是需要买门票的 我发现中亚这边的门票 基本上价格都不贵 门票三万苏母 折合人民币18块钱 看我身后这里 你们猜这是个什么 一个看起来像管道的东西 这里面是一个大的六分仪 是他们用来测量星星的距离 测量星轨的 几百年前 这个六分仪在中亚来说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建筑吧 走到侧面给你们看一看 走到里面看一下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算是一个遗址吧 然后一个大的六分仪 人就在这里调 然后观看星星 好了 今日份的到此一游 打卡 乌兹别克斯坦这边赚的都是这些 历史遗迹比较多 玩的话 除了建筑 就是建筑 这边有一个展厅 去展厅里面看一看 走到这个里面看一看 有一种看个热闹的感觉 里边是展厅 如果你对天文感兴趣 来到这里 应该还可以 可惜这些东西我都不懂 你看这边的建筑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你像我的话 其实我比较喜欢在野外待着 这种地方真的不太适合我 这 现在过来真的就是 看个热闹那种感觉一样 来都来了 到此一游 打个卡 唉 好了可以给你们作为参考 看到右手边的这些土堆了吗 这个就是铁木尔帝国时期的城墙 现在是遗迹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一个清真寺 这边这种老车特别多 然后你有时候开车开着开着前面就堵住了 你知道为啥堵住吗 因为老车坏了 把路挡住了 就会堵车 这边的街上有很多推着这种箱子 你看 它是这种泡沫箱 然后它们里面的冰淇淋 都是这种硬块的 然后它都不画的 这种 你看没 它这个保温效果怎么能做到这么好的呢 这边这个位置就是清真寺和菜市场 然后在 这边这个位置就是他们总统的林木吧 这个冰淇淋折合人民币三块钱 它每一个它给装的时候 它还把里边 这个田桶里边给压得实实的 然后它还称重 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前两天都是阴天 好大 这个建于1399年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个地方是铁木尔的第一个老婆的皇宫 也是铁木尔最宠爱的老婆 然后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清真寺 这边的建筑风格和伊朗那边的建筑风格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在铁木尔时期 铁木尔把波斯那边的这种设计照搬到了撒马尔汗 这边的建筑 这边的建筑本身就是以前的波斯人 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人 他们设计的 来都来了 到此一游吧 估计又是18块钱的门票 又是三万苏母相当于人民币18块钱 看一看里边吧 到这个里面去看一下 我发现这边这些旅游景点就是你进去吧 就会发现里边也没啥 你不进去吧 就会觉得来都来了 不进去一下有点可惜 又花不了多少钱 门票也就十几块 这里面啥都没有 给你们看一下 这里面就这个样子 这个算是历史遗迹吧 那边有颜色的是石砖 没有颜色的就是土砖 再出来去那个里面看一看 再出来去那个里面看一看 那个里面把门关着的进不去 看一下他们这个墙壁吧 瓶砖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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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砖 手机伸进去给你们看看里面有啥 在几百年前能把建筑修成这个样子 真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哈 你看他们上面蓝色的顶 那就是磁砖 能修这么高中间都是空的 到此一游 起了好大的风 到这里面看一看 里面是卖小商品的 冰箱贴 哦 他画的吗 看看他们这里的墙壁 哇他们是这种历史古迹他也不怕 氧化什么的哈 就直接让人静了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真的有一种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的感觉 大老远的跑到这里吧 大老远的跑到这里吧 不去这边的景点 又觉得有点可惜 去了这边的景点 又觉得 十之无味 其实可惜 今天准备继续打卡布哈拉这边的景点 准备去一个皇宫和一个陵园 在乌兹别克斯坦这边 基本上 你能逛的地方 全都是这种建筑 我现在是来到了一个皇宫哈 皇家的护驾行宫 还没有见过孔雀开瓶了 怎么样才可以让他开瓶 看这两只是宫的 就是剃不上毛长一些的 然后那些是母的 这里有一只非常大的孔雀 这个毛好长 但是他不开瓶 快看快看孔雀开瓶 转过来转过来 转过来 给他扔点吃的 看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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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还真不少 哇不愧是皇宫 看一下这边的墙壁细节 这都是彩色的玻璃 彩色的玻璃 然后这个是木头的 木头和玻璃 打造出来的 这边这个墙里面的所有这些 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然后还有这一面墙的 这还有这个 然后还有这个 全是咱们中国的 脸都是红了 这边是一个凉亭 然后这边是一个池塘 到此一游 在这边有很多景点都是陵墓 这个景区里边有一个 这个算是布哈拉著名景点的这个图吧 布哈拉古城里边比较出名的就是这几个景点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 我现在是在这个 这边的景点基本上都是这种风格的建筑 全部都是这种 这边这种古迹增多 各种建筑 继续看建筑 你们知道在乌兹别克斯坦 吃烤肉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吗 看到这个没有 这么大一串一串的肉 两万苏母 相当于人民币12块钱 这么大的分量看看 看看他们这边的烤肉 串感觉比新疆的还要大 这么大一串一串的 一番勺的 这衣服 你们中共中有什么 这些 Olf 一番好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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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